我可以給你 我要給你愛的力量 你就會閃上大光 我要可以 你 我要給你新的力量 我可以給你 我要給你愛的力量 你就會閃上的光 我可以給你 我要給你新的力量 你好... 你好... 充滿一下 已經開始交流了 興奮是不是 好 這個不錯 火鍋店在台灣多久了 我在台灣是八年 八年 對 那那個時候來是 應該是念書嗎 八年前來 是工作... 就是因為工作 也是跟火鍋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等於是轉行 就是興趣 興趣 對吃的東西有興趣 對吃的方面有興趣 OK 請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胡祥辰 Wincent 今年四十一歲 今年四十一歲 你剛剛講第二句是廣東話嗎 對... 那我用中文比較好 好 對... 大家好 我叫Wincent 胡祥辰 今年四十一歲 來自馬來西亞 身高一八二 體重七十五公斤 巨蟹座 B型 我是一家火鍋店的老闆 希望今天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希望帶給你們溫暖 謝謝 好 這個... 所以西馬的朋友幾乎什麼語言都會 可是都會有一些很可愛的槍 對...是不是 會有一點點 不過他來久了應該已經 還是會有 這其實挺可愛 尤其我現在看那個新加坡的電影 他們一講那個新加坡國語 我就覺得很好笑 是不是妹 是喔 是喔...對不對 這個整個語言的融合 好 剛剛這個問題都有了 我知道我會拿卡片的 那就請王子把卡片交給我 謝謝 謝謝 好 這今天最後一位王子啊 希望能夠配對成功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按鈕 好 你知不知道今天這樣子 算是很好了 這樣有90分你知道嗎 不是 開心一點... 你有開心一點嗎 有 承受穩重 不會把這個喜怒表達出來 好 因為年齡的請舉手 好 好 幾乎都是嘛 劉登的 俊菲 我覺得她的年紀 然後以她的外表 這樣保養真的是不簡單 你有保養嗎 有帥到 有 因為我平常不抽菸 不喝酒 不去夜店 除了工作 對 那你有沒有多做一些 譬如說運動啦 或者譬如說 也許有的人會做臉什麼的 有沒有額外的保養啦 偶爾還是會去啦 去做臉還是運動 運動 可能保養 都要 你運動的機率大不大 就跑步啦 這樣有時間就會抽空去跑步 所以持續有在做 都有 OK 可是你吃做不注意啊 吃也注意啦 因為火鍋其實比較那個對不對 對... 但我也滿愛吃的 但是我吃就是種植不重量 種植不重 不會吃太多 對 不吃太多 但吃是好一點的 對 吃得好 可是不吃多 然後有持續在運動 這樣才可以有資格吃啦 說老實話 來 還有呢 恩婷 我覺得 這我很care的年齡 可是她真的看不出來 所以就沒關係 然後 完全 然後 所以數字不重要 看起來OK就可以了嘛 對 然後我很愛吃火鍋 我覺得她的鼻樑很平 很帥 對喔 側面超帥的 就是一直看到她的鼻子 然後眼睛也很有聲 好 狀況很好 來 菁菁 我覺得男生會做菜可以加很多分耶 做菜的男生 應該會火鍋多少會做一點菜 會火鍋算不算會做菜 煮湯頭之類的 妳就直接講 妳點頭可是講不出話 就算是會了 妳這樣子好了 妳會不會做菜 直接問 會 會做菜 不是火鍋 會 會喔 真的會喔 OK 她不像會說謊的 來 菁菁菁 我覺得王子笑起來很好看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 一個人去吃火鍋 謝謝 這意思是不需要別人了嘛 是不是 來 小潔 我覺得王子的眼睛很吸引人 而且我也是一個美食主義者 很喜歡享受美食 好 這個目前大部分都被他這個 看不出年齡的外表 還有他的工作 火鍋店老闆吸引住了 對吧 大家應該要了解一下 王子的生活 我家最大的東西呢 就是食譜 我對研究美食料理是滿有興趣的 有時候我還會親自下廚 我在台灣最大的興趣呢 可能是種些花草草 種些棚栽 家裡有一些大自然的感覺 這樣心情會比較開朗 空氣也比較清新 我家裡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夥伴就是 奧斯登 欸 就是他 因為我喜歡小狗 奧斯登 讓我在台灣的生活增加許多樂趣 有他的陪伴 我覺得一點都不孤單 我比較喜歡獨立成熟的女生 我是一個居家的解決作 留燈給我 你們不會後悔 好 雖然狀況不錯 可是還有幾位滅燈了對吧 因為他最後說 他喜歡成熟獨立的女性 那我想 對 我就是一個任性又 愛撒天的小女生 好棒喔 還可以講得理直氣狀 真的不容易 來 凱特 我覺得王子他 整個人是很有氣質 而且他沒有不良師 他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知氣管不好 知氣管不好 對 沒有辦法跟小寵物一起生活 怎麼辦 你要說啊 你把你的想法表達出來 因為我覺得有時小狗 其實也還好 牠只是個迷你的小狗 對 牠 因為之前我也不喜歡小狗 然後最近我覺得 小狗是滿可愛的 你是最近才開始喜歡小寵物的 對 最近 我一口氣就買了三隻 然後 可能會喘死你 然後過後就發覺 就沒有時間去照顧了 然後結果 還剩下一隻 就留下一隻 然後其他兩隻送給就是朋友 不過 牠的問題很對喔 如果你的女朋友 要不然就是像凱特 牠對狗有過敏 或者牠不喜歡狗 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是女朋友的話 還沒認識之前 如果牠真的不喜歡小狗的話 那我就只好放棄了 如果是已經在一起過後 如果我說要養小狗 牠反對的話 我就可能不會養 對 因為小狗其實 就是你養了一段時間 然後你掏回去也是很可憐 對 而且狗喔 如果最後 牠一定比人先走 那個心情會落差很大 所以你還是會以人為主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王子擺在家裡 感覺非常的養眼 王子擺在家裡養眼 對 就非常賞心願目 不過就是因為牠最後 就真的提到那幾個 就是成熟穩重 成熟穩重 你要不要定義一下 成熟穩重 因為我年紀還比較輕 對啊 所以像獨立的話 部分 你是思想方面還是外在 其實我的獨立的意思是說 就很像 因為我們工作 有時候會比較忙 就家裡的一些小事 像有時可以去處理 就要去處理 就不要說我家裡今天 那個電話打不通啊 一些小事都要放在男生方面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兩個人合作 對 來處理一些生活上的 瑣碎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 譬如女方有空嘛 一些家裡小事還會去處理 男生就比較向外 對 OK 可是你說的這個部分 好像 要再往下走 一陣子才會碰到吧 對 我覺得牠的狗很可愛 是馬爾祭司嗎 對 然後我也很喜歡 那個照顧小盆栽 對 就覺得興趣還滿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在家裡 種一些花花草草 然後你在家裡會覺得 這個家其實也滿開心的 在家裡 不一定要到家裡 家裡也有樂趣 對 對不對 有時候會去一些花市 然後買一些小花回來 有時候放在餐廳裡面 也是滿不錯的 總比去月店喝酒抽菸桃吧 真的 我第一次聽到牠講那麼多話 講到牠的小盆栽 多開心 多投入啊 好 來 暗博玲 我覺得王子很好 很完美 然後 只是因為牠是服務業 對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 什麼業 牠是服務業 服務業 服務業 對…所以牠假日 應該都沒辦法放假吧 因為我的工作是週休二日 感覺好像沒有時間用 你就是正常休假 對… 對不對 假日的話會安排時間 安排時間 很像 很像星期六 一些工作的 工作表是會安排 像可能假日 排班是不是 會排班 很像這個星期喔 夜朋友吃飯 然後會碰下來 所以是如果安排那個 會… 五到十天的旅遊 是OK的嗎 五到十天旅遊 你是要約牠去旅遊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幫妳問問看 沒有 我自己很熱愛旅遊 我就一年一定要出過一次 好 如果像牠講的 這個時間滿長的旅遊 這樣子就要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問題大不大 至少 一年一次還好啦 還好啦 至少就是要好好的安排 OK 最後一段是王… 是王子的推薦對不對 是誰幫你推薦 我弟弟 弟弟的推薦 弟弟可不可靠 請看王子的推薦 我是女神的弟弟 關於我哥哥 他是一個很孝順 很顧家的好大哥 也有時常打電給我們家裡人 很關心我們家裡人 也煮了一首很了得的好菜 希望哥哥能找到他心目中的情人 願他有情人終成結束 那個真的是弟弟是不是 對 你們差幾歲啊 差四歲 他比較像哥哥的歲 來 這邊 三段影片看完之後 1 2 3 4 7 有七個女生為王子留燈 現在請開始 現場有七些女為王子留燈 重慈 小潔 小李 三位三十歲親手女 君君 戴希 君妃 全智賢 是平均二十五歲的青春女孩 一歲的馬來西亞王子 會選擇哪一代的女孩呢 王子的約會語音報名專線 09510666 護影00666 或上王子的約會官方網站 下載報名表 歡迎王子與美女來報名參加喔 好想睡覺喔